欢迎收看金融马拉雷的节目 好 那我们今天指数呢 来今天继续往上走 那么今天呢 来指数呢是 来 那么 几乎是要继续创新高了 好 所以今天来你看看 昨天礼拜五之后留一点上影线 今天就直接上去了 那今天成交量呢 两个量缩就挑战前面的高点 好 所以这盘呢 那基本上这个平台是开始往上突破 准备要去供前高 那你说前高会不会过 前高当然会过啊 是不是 这高点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还没有开始出量的时候 它就已经慢慢去挑战前面了 这表示筹码是很稳定啊 是不是 这家现在资金是非常的多 对不对 所以呢不管是上市也好 上过也好 OTC今天也是有没有 慢慢的往上垫高 准备要去挑战前面高点啊 所以呢 接下来基本上就是把握好股票 因为今年就做股票的时候啊 对不对 今年景气上来产业上来 加上钱多 对不对 今年资金非常非常充沛 所以 接下来往后面来讲 还是一样会往上 那当然很多人会预设立场啊 对不对 那基本上不用预设立场啊 因为他又再度交叉往上走了嘛 是不是 而且均线才正准备要开始发散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还是选好股票啊 那当然今年其实很多赚钱的机会耶 今年其实你可以赚很多钱耶 不过今年很多人会一路预设立场啊 然后再来该赚大钱的时候 有些人没有把握到嘛 是不是 那我们都第一时间跟大家讲啊 那你看到今天旁边最强谁 今天旁边最强是谁 今天还是航运超强啊 今天旁边最强最强的是不是就是航运 是不是航海王 对嘛 今天航海王超强啊 创新高的创新高 涨停板的涨停板 是不是 所以一挡股票就可以赚很多 对不对 而且你都还有上车的机会 不要说太久以前 上个礼拜你就有上车的机会 是不是 而且我们都公开讲了嘛 所以你想要跟怎样的人 上个礼拜申报转让啊 上个礼拜申报转让那天不是跌 那天跌的时候很多人跟你讲要跳船 是不是 我那天就跟你讲是大好的买点啊 因为你不是那样看的嘛 你要看看全世界的情况 你要看看供需的情况 那很多人说它有一天会下来 对任何产业都有一天会下来 对不对 但是你不是这样预测高点的嘛 是不是 任何产业都有一天会下来 那这 这个本来产业就是这样啊 是不是 但是现在还是往上的循环啊 对不对 你在没有看到它任何的反转的迹象之前 或者可能会开始改变的迹象之前 对不对 你不用半路卖嘛 你半路出调是不是很可惜 那一差就差多少啊 更何况你明明就是可以 你明明就是可以把握买点继续赚钱嘛 对不对 今天继续创新高 来我们先看看货柜 来万海涨停 创新高 长荣涨停 创新高 扬名涨停 也创新高 那天我是不是说全世界的 全世界都在涨 是不是 三报转让那天我拿扬名之前的图给你看 对不对 这是那一天 6月23号 三报转让那一天 大家都跌下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你如果上次是跟着他们一起卖的话 你就是卖在阿呆谷啊 对不对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的价钱是多少 才二三十块 你说那个时候是低点 但是你现在回头看叫低点 就像你以后回头去看6月23号的点 叫低点一样 是不是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是高点 涨那么多 卖的张数是这一次的十倍 对不对 我就跟你说 大股东有时候他是有些特别的考量 不是这样看 对不对 你要看全球嘛 要不然日本张什么 要不然德国张什么 是不是 那其他人全部都傻子吗 对不对 供不应求就是还是非常严重 而且第三季就要进入旺季 七月还要涨价 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全部都大涨了 是不是 那我们航运 跟大家航运不是一样的吗 我们的航运市场是一样的啊 所以全世界明明就是需求非常非常的强啊 是不是 盐田港稍微舒缓啊 但是还是非常吃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不对 现在盐田港就有35万个货贵堆在码头 一大堆你这要消化多久啊 你这要消化多久啊 是不是 这不是一下就可以消化完的耶 这少说也要来个几个月才可以消化完毕耶 对不对 然后还加上旺季又要来啊 是不是旺季正要来啊 然后现在库存又在低档 所以我就说 供需是还有很大的缺口啊 全球货贵供需的缺口高达12% 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啊 是不是 所以你要是把握买一点啊 对不对 要把握好机会啊 那一天你看看长荣跌下来的时候在多少 有没有 23号 这天跌下来 有没有 申报转要那一天 都跌下来之后我跟你说买一点 第二天早上有没有 开盘早盘的时候只有130几块钱 130几块钱 对不对 今年176创新高 是不是 中国出口集装箱指数继续飙 上海出口集装箱指数也在飙 好你说这只是大陆的指数 那我们来看看全世界的指数 另外一个 德鲁里指数 世界的集装箱指数飙得更过分 飙得更多 飙得更强 有没有 一个礼拜就飙了十几个百分点 是 全世界的运家大涨就是事实嘛 对不对 第三季还要继续涨 第四季看来也是一样强 是不是 因为现在企业的库程那么低 然后又要弄托流船 对不对 运能以后又要减少 对不对 那长荣今天涨停 176创新高 全年35到40块钱 对不对 那说实在话跟2615比起来这个比价空间还真大 300块 176 但今年的获利其实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长荣就有得飙了 对不对 我们还不是一次的操作 是不是 我们是一大坡一大坡的操作 有没有 我们第一段的操作从这里上来一大段 高档出过一次 是不是 出过一次下来以后接回来 接回来后到高档再出一次 对不对 这段整理的时候我们有先避开 是不是 第三段发动的时候再买进 然后拉回来这一天的时候加码 有没有 你看看这样子可以赚多少 这样子一大坡上来 一大坡一大坡一大坡 单单这一坡你就赚翻了 是不是 单单这一坡你就赚翻了 是有量有价 你要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 对不对 所以今年明明就是给你赚大钱的机会嘛 只是很多人会预设高点而已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预设高点 是因为你现在看到第三季一样好吗 第四季一样好吗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强 对不对 那这里面 接下来的话营收又要更高 营收也是利多啊 那获利也是利多啊 六月份美国线涨价嘛 那七月份 附加费要再加上去嘛 那你又涨价又附加费 一层一层加上去 是不是 所以获利当然是强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一档股票 长的你已经赚了三大段了 对不对 第三坡你也可以赚了多少钱 是不是 第三坡到现在 第三坡到现在也是五六十块了 对不对 还有中间再加码有更多 所以你看你要跟什么人做 对不对 你要跟谁做 那杨明我觉得也是一样会继续创新高 是不是 杨明 来今天创新高了 今天创新高了嘛 刚讲到他之前申报转让就在这里啊 之前申报转让在这里啊 对不对 你说那是在地板上 是不是 那一段上来没有人觉得是地板 你现在回来看是地板 就这样以后你再回来看那个也是地板 是不是 所以今年就是把握赚钱的好机会啊 因为他们就是有一定的逻辑嘛 BDI又继续涨啊 是不是 BDI继续涨啊 礼拜四涨 礼拜五涨 礼拜五又继续大涨 对不对 那BDI里面有说散装 当然散装第三季本来也就是旺季啊 而且人家十年一次的循环啊 十年一次的循环 现在连当时 连当时的位置的一半都不到 对不对 因为当时 禁止比全部都拉到五倍多 六倍多 对不对 那慧阳 来 上礼拜四的时候我就说他是买点嘛 那四维行到五点二 是不是 那之前上一个循环大家的本禁比都要六倍多 慧阳才两倍三 而且那一次龙头 国内最大的 也是节能船最领先的 是不是 所以你就是有现买现赚的机会啊 有没有 你就是有上车的好机会啊 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创新高 是不是 礼拜五继续创新高 今天也一样续创新高 111.5元差一点涨停了 是不是 又继续创新高 所以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手上的资金 可以赚多少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干跟谁做 因为很多人不然就是告诉你这里要跌了 要跌了要跌 讲好久耶 讲好久耶 对不对 然后一块钱都没赚到 是不是 只有告诉你要跌 要不然就是买一点点 有的人是下去买但是就买一点点而已 那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我常讲说该赚没有赚是比赔钱还要难过的啊 因为你明明就可以大赚啊 你看节目都讲得很清楚嘛 是我就跟你讲这块就是混上去啊 是不是 散庄我也告诉你 对不对 龙头的汇洋 本镜比现在连以前的一半都不到 是不是 那一定要大涨的嘛 那今天是不是就很轻松创新高 有没有很轻松创新高啊 对不对 那你可以想想看你手上资金越大的人差越多 资金越大差越多啊 是不是 如果你是500万的资金 1000万资金 你可以想想看 你一个波段下来可以差多少 都是用百万算的耶 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差别耶 对不对 所以你要跟谁做 是不是 该买的时候要买好 该买的时候要押好啊 是不是 因为你就这么轻松 可以这么短的时间赚拿钱 而且那产业循环 我说第三季才进入忘记而已啊 散庄第三季才进入忘记嘛 是不是 那散庄当然它也是节能啊 它也是后面的法规一大堆啊 现在是刚开始规定 以后比例是越来越大 是不是 所以我就告诉你运能等于变相减少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中行 对不对 上次到6.7倍 现在才1.2倍 有没有 你不要到6.7啊 你单单到2倍多3倍多 你就赚翻了啊 是不是 有没有 你一样可以跟我们一样 这么轻松的赚钱啊 礼拜四收盘的时候 就直接限买限算涨停了 礼拜五 礼拜五 礼拜五一下到底啊 礼拜五一下到底啊 对不对 今天三天三根涨停 第三根涨停吧 是不是三天就三根啊 所以我们航运超强啊 我们航运超强啊 是不是一档一档都赚翻啊 那今天不是涨停就是创新高啊 不是涨停就是创新高啊 而且每一个都可以让你 火带里面获利满满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要跟怎么样的人做 我有没有事前都跟你做 有没有全部讲在前面 而且还是公开讲耶 你想想看上个礼拜他们跌的那一天 谁公开讲 谁告诉你最有用的 谁告诉你要赶快买 是不是 那你有买的人 你是不是都很轻松的赚 你就跟我们一样很轻松的赚大钱啊 对不对 全面喷出去啊 本来就会全面喷出的啊 本来就全面喷出的啊 是不是大股东申报转让那个 你不是那样看的啊 对不对 那是因为他后面有新的增资 他后面有新的东西 他卖前面的后面还会再补上来 所以其实加起来根本就没少 还变多耶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内行的人才看得懂啊 是不是 那明明就可以赚很轻松啊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朋友 要赶快跟上就是这样 因为一样的行情 是不是不一样的操作 对不对 这些你都可以买 对不对 你也都有进场点 不是你买不到的那种哦 也不是你不能买多的哦 我们家的航海王全部都是 你可以买多又可以买大的哦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一千万的资金 你这样一轮下来差多少 更不要说我们从头到尾 已经第三大段的操作了 是不是 那你看你的获利要差多少 那个不是差个什么几十万 一两百万 那好几百万的差别 你如果把前面都加起来的话 那几乎 那都倍数以上了 你看像是 慧昂就是嘛 你忘了我们上次 第一段就快一倍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就继续赚 对不对 现在又继续创新高 所以我就说还没有把握朋友 真的要把握了 那当然这礼拜新的开始哦 对不对 全新的开始新的一周 所以呢 这礼拜就赶快跟上来 那当然 其实你就跟好那个节奏就好 这有时候你就看很清楚嘛 你跟上节奏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赚钱了 因为股票都会有买一点 对不对 而且还不止一个买一点 是不是 那重点是 你有没有在第一时间把握 所以我说你其实要做是很简单嘛 你把你手上资金整理好 是不是 那今年其实本来就是做股票最适合的时候 对不对 你今年流现金没什么用啊 对不对 因为今年所有东西都涨嘛 是不是 那当然最会涨就股票啊 对不对 尤其是那个获利好东西又好的 那就更会涨 所以今年很多人都是把资金准备好 是不是 增加更多的资金 所以你要做的时候其实 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嘛 把你手上资金准备好 你有多少钱要来做股票 你要跟谁做 是不是 你要跟谁一起来赚大钱 你把资金准备好 然后就跟我一起进场嘛 对不对 我叫你买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时候可以买什么股票 都是很漂亮的进场点 对不对 这种很漂亮的进场点 全部都公开操作 全部都公开讲 是不是 你今天都可以认证 来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 赶快来把握 那么 当然恭喜大家全面大赚 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全面大赚 礼拜五新买的也涨停 而且礼拜五新买的还不是只有 今天涨停 已经两天 礼拜五涨停 今天也涨停 是 所以我说 你要做的事只是把你的资金准备好 你有多少钱要做 五百还是一千 那你说我没那么多 小一点也可以 小一点就直接压 对不对 小一点就直接压 就把握机会就对了嘛 来 所以还没有跟上 赶快来把握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 这个礼拜新的一周 所以呢 等一下会预告一下新的动作 好 休息一下带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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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这礼拜我们是股票先准备好 那么也包括有一档比较独家的股票 不过在 因为还没有开始买 所以开始买之后再慢慢讲 那么我们其实有些很独家股票是非常强的 上个礼拜我们也有买了一档独家股票 那档也很强 那当然等一下我们再预告 接下来今天这个礼拜的新东西 不过先来看看 来我们财报标股也强 财报标股也非常强 第一季0.79 那么 四月份的毛利率跳了 净率率跳非常的高 第二季的获利会大爆发 所以以这样的数字跟低价股票来说 这就是非分不可了 有没有 而且又有新的东西 来看看真的是非常强 因为礼拜五也涨停 今天也涨停 礼拜五也涨停 今天也涨停 那么财政准备要喷出 是不是 因为价位还是非常低 价位还是非常低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你还是可以把握赚大钱的机会 好啦 那当然它后面也有新的东西 就是华人首创的新材料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其实都可以跟得上的 对不对 所以才说还没有跟上的朋友赶快 越快越好 所以才说速速报到 因为真的还差蛮多的嘛 是不是 你如果从上个礼拜就来到现在 其实已经差距很大 不过我想你如果说到下个礼拜的话 你会差更多 因为本来这个是 今年的行情 你就是要把握赚钱的机会 而且今年的资金是颇多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来 当然航海王我们全面大赚 是 所以很多朋友说我是不是来不及了 他们都涨这么多了 都这么强 对不对 我不知道怎么买 其实你不知道怎么买 是因为你没有跟上来嘛 那其实跟上来你不只知道怎么买 而且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直接现买现赚 对不对 跟上来你不只可以 你不只可以买 而且你还可以直接现买现赚 对不对 那是真的假的 是不是 都有公开讲的 当然是完全就是如假包环 来看看 你说很多人说 我前面航海王没有跟上 前面航海王买的不够多 那礼拜五你可以一起 礼拜五 对不对 625号台华 台华早上就这里买的 有没有 你明明就可以跟上嘛 是不是 而且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嘛 5万张的成交量 5万张的成交量 你买几百张也可以啊 你要买多少都没问题啊 是不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买了就可以马上跟上新的动作 跟上新的动作之后 你马上就赚钱 是不是 而且你还不只赚那一天 你还不是只有礼拜五现在买线砖 很多人说礼拜五现在买线砖就已经很开心了 是 我告诉你还没有玩啊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还有很多要喷出的 我既然准备好了 我既然每次都可以告诉你 长榮什么时候买 对不对 货柜什么时候买 散装什么时候买 哪一档股票什么时候是买点 哪一个会喷出去 对不对 我既然都可以告诉你这样 我当然就可以带你下一档 我当然就可以带你下一档啊 我中航都可以告诉你 那个就是会喷出 是不是 我就是可以告诉你 那一天打下来的时候是买一点 那我当然就可以告诉你 现在哪一档股票可以让你现买现赚 所以你不在船上的你都不用担心 是不是 我带你马上就可以上船 而且是让你上船在最好的位置 是不是 一上船 一上船之后 你就可以马上赚钱的很好的位置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礼拜五的时候 有没有 你就是买在很好的位置 是不是 然后你就是赚涨停 对不对 你就是现买现赚 而且你要买多少有多少 对不对 你说我要很多很多 我要一次买购部位行不行 百分之两百行嘛 百分之两百行啊 所以我说你要跟怎样的人做 这一波跟着我们航海王的 是不是 都买多少的货柜啊 是不是都一路怎么买上来的 对不对 一路怎么赚上来的 对不对 我不是买个什么三张五张放在那里 你说你能赚多少 你资金够大你就知道买多嘛 你资金够大你就知道买多赚多嘛 是不是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资金真的还蛮大的 你就知道市场真的显示资金真的超多 对不对 那你不知道怎么买 你跟我一起买是不是 礼拜五你买在这里之后 你收盘是不是直接赚涨停 是不是 而且你开心的才只是刚开始而已 对礼拜五现买现赚涨停 今天的台华今天再给你一根涨停 两天两根涨停 是不是 你有多大的资金都可以买 小资金的更可以 小资金更没问题 你马上就赚钱 是不是 那天才210左右 是不是 现在240几 对不对 你随便买都可以赚大钱了 而且又可以买多 所以我就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就跟上来 因为你还是要跟对的人做 是不是 我上次就跟你讲说 那个买点来的你一定要把握 对不对 你跟着我一起买点来把握 你现在是 你今天不是涨停就创新的 对不对 航海王这一波你就赚得薄薄薄 对不对 就赚得薄薄薄 所以我就说越早越好 因为想太久的时候差很多 是不是 想太久的时候真的差很多 那我就讲股票很好玩 股票你该赚不赚的 该赚不赚就是跟钱过不去 你明明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做航海王 你就随便都打赚 那明明你也知道 其实人家就是强 你也知道就是功不应求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跟上来 你就是该大赚的没大赚 该大赚变小赚 该小赚没赚 对不对 那你这样的话就跟钱过不去 那不是跟钱过不去吗 那世界上最傻事就是跟钱过不去 哪有人跟钱过不去 你明明跟上来就可以赚多少钱 是不是 所以赶快跟上 这礼拜现在刚开始 来 我们标股当然强 而且我们现在又有独门的新标股 所以呢 还没有跟上来的赶快跟上 那么真的是很多朋友都一起来发财了 很多人都一起发大财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更大的发财 因为这个礼拜新的开始 我们又有新的标股了 好 所以呢 当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那么就加一给你 那加一给你的话 当然对你是最有利的 对不对 因为你前面没有赚的 我一定让你现在马上赚 对不对 那更重要的是 你想要发财的 你想要赚更多的钱的 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赚满满的 那么记得赶快来把握 那速速来报道 因为真的很多人 现在都越来越多人了 那你越快你就算得越多 所以呢 赶快把握 今天加一给大家 等一下就可以打电话来 下面就有电话 也就是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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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